未经许可,不得已 创作词 虚忻 遍太宝贝 千年风沙 岁月都几下 我此生的牵挂 分辨是非真假 可是缘分 让我遇见他 窗笼作哑 一言无言下 朝朝暮暮 只在一刹那 我并肩也无话 与他轻轻浮华 把心事放下 我无法自拔 我借地留下风华 洗净阳沙 沧桑变无暇 也让我放下牵挂 一笔一花 描出一颗她 我借地留下何话 洗净阳沙 如何说情话 一只铸链作画 又这样 她还真把我屏蔽了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ikan 我帮你筷头斩乱麻 这也不挺好吗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给我 你帮忙我吗 最后一次 保证最后一次好不好 球员 那你用我手机发 语音约她 她都把我拉黑了 肯定是想跟我断绝联系 我要语音约她 她铁定是不会出来了 我都帮你搞定了我哥 你就再帮我发一条微信给她吗 好了好了好了 那你发吧 但是你记住了 必须跟她当面解释清楚 我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 没问题没问题 感谢古物研究所 对我们美术馆的支持 如果真的能请到 你们的专家 到我们这里来 定时搞一些 文物保护的工艺讲座 那简直太好了 这么说您就跟我结外了 我人头不熟 等您给我介绍客户呢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的工作 我就让琳达跟您对接 好 谢谢您 有劳您 您要有什么尽管跟我说 好 您慢走 再见 请 好呀 没问题呀 那咱们晚上见 我地址发错了 你发生什么了 没事没事 我撤回了 刚刚的定位发错了 是这个 好了 你也赶紧打扮打扮啊 记得多喷点香水哦 那会不会太明显了 就是要明显啊 您好 我邀请你去吧 我去吧 您好 我邀请你去吧 您好 您好 我要一份服务素 怎么今天是你过来 对啊 您能帮我倒两杯热水 可以的 谢谢 稍等 你呢 就迟到一会儿嘛 让他等等你 让他等到快要崩溃的时候 你就拿着一个粉粉的棉花糖 出现在他的面前 还不是 乖乖地去给他买棉花糖喽 果然有买棉花糖的 需要故意迟到半小时 好久来吃 我能刚好可以买棉花糖 真好吃 纯白色棉花糖二十块钱 马卡龙单色棉花糖四十块钱 七彩料六十块钱 六十块钱都可以买一串棉被了 谁还买棉花糖 好吧想要七彩的 七彩的颜色那么多 肯定有酸素 不见着 可是七彩棉花糖才特别啊 以后我们如果吵架了 只要我看到七彩棉花糖 就会想到你这么爱我 这么穷 我自己都能把自己贴 说得有道理 姐今天也奢侈一把 美女 你要什么 七彩棉花糖 好的 你要几个 要几个 这是个问题啊 买两个也太贵了吧 只买一个的话 美女 你要几个 这个行吗 这个 要不一个七彩 一个蓝的 要不咱就买这个 怎么样 都要 没事 美女 你没事吧 你们先吧 你们先吧 你要什么 我要这个 好嘞 行 那我就要绿的吧 我们就要这个 好的好的 谢谢 两个七彩棉花糖 不好意思 七彩的刚刚卖完 只剩绿的了 绿的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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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还不到 完全没有时间关联 好 那我 好 谢谢 你 好 是 好 吃什么都可以 好啊 你好 请问可以点餐了吗 不好意思 我朋友还没有到 我再等一会儿啊 好的 还不来呀 元哥 你那边战况如何呀 秋元 怎么会有人谈恋爱 买绿色的棉花糖 你怎么想的 我也觉得我这个挺特别的 说不定以后 只要她看到绿色 就会想起我来 我扶你了 秋元 你真的是赢了啊 好 好 来 你看看 这个有点 要怎么样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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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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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为什么大仙人会在我这儿啊 啊 啊 这样这样这样 你跟她打个电话 你让她来水边餐厅 哦 好 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谢谢 那就是 是 稳住 秋大院子 稳住 你要想办法自救 自救 自救 闲闲闲 走 走 走 秦先生 这么巧啊 左先生来见人吗 小元约我来的 秦先生在等谁 我在等秋元 你们开玩笑的吧 你觉得呢 喂 喂 怎么样了 他们两个人已经见面了 好 那个那个那个 你 你别着急啊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现在立刻马上来找你啊 好 您的意思是说 秋元同时约了我们两个在这儿见面 如果她真的约了你 那就失了吧 可以 我来说 你不是什么 我来说 我来说 我去哪里 你不想 你不想 我来说 电话没人接 也好 趁他还没来 咱们两个可以好好聊一聊 聊什么 您是邱元的长辈 我们两个都非常敬重您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既然是不情之情 那就不用说了吧 我和邱元的感情 我相信您也都看到了 邱元这个人呢 性格大大咧咧的 做事没分没存 跟谁都玩得很好 所以请不要误会了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 邱元就是大大咧咧的 对谁都很好 作为她的师父 您要记住这人 至于其他的 我会照顾好 这段时间她住在您家里 给您添的麻烦 我在这儿替她给您道歉 既然我是邱元的师父 她又住在我家 那把她照顾好 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不用您费心了 我确定 你确定你只拿小元当徒弟吗 我确定 我对邱颜 不仅只有师徒之情 而且我想做的事 也没人能拦得过 你不怕被人诟别 我这个人能向来目无尊长 任性妄为 而且我的感情 也不需要给你用口 好 那秦先生 我们各评本事了 祝你好运 怎么样 人呢 已经早了 好啊 两个人在湖边聊了半天 肯定穿帮了 你哥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感激 我该怎么办 你别急 别急啊 我想想 我想想 这种情况啊 你先装病好了 你别再乱搞了 好不好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你一下放了两个人的鸽子 我完蛋了 你别哭 别哭 我 我 我先给我哥打个电话啊 喂 哥 你去湖边了吗 没有 好 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秋元啊 他生病了 非常严重 上吐下泄的 连路都没法走 那个 他让我告诉一声 我给忘了 知道了 快走啊 大姐 你撒了谎 你不得圆谎啊 他回来发现我不再怎么办啊 快点 我们打 打车的笔了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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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进屋 我给你交给你了 这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秋元上吐下泄 要许多了 上吐下泄了还跑这么快 高叔 你上次去找左华人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这一次你给我记好了 秋元今天一直上吐下泄 就没有出过门 我一直在照顾他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你要是再敢乱说 咱俩就绝交 保 保证完成任务 老秦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就留我自己在这儿 稀稀量量地吃晚饭 刘萱和邱远呢 邱远上吐下泄一整天了 吃不下 然后刘萱为了照顾他 也没顾上吃 你把这个福荣酥热的送过去吧 别说是我送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做好事还不留名啊 哪儿是这么多 为什么 不去 你怎么都欺负我呀 一个小婷 和邱远 没有 没有 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 我有点不太舒服 去不了了 怕你白跑一趟 你不舒服 你怎么了 我也没什么事 就是可能吃坏肚子了 不太舒服 你吃坏东西了 你吃药了没有啊 你放心 我有点困了 我先挂了啊 拜拜 晋 这位剑步如飞的病号 你好啊 我怕你没力气生病啊 所以特意给你热的 是我师父让你给我的吗 不是 是我自己给你买的 谢谢 那我给你放那儿 那你慢慢吃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不对啊 挖肚子不能吃 吃都会露馅的 怎么办啊 他们也不来问我 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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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提笔 师父 对不起啊 我可能吃坏肚子了 我就 没事 我今天于心宅有事走不开 害怕你啥等着 早点休息 一世一花两香随 问琴声 好运哪 你说师父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琴 在落地 无悔 月里去 一问一夕 你 画着箭上那半裙 冰蓝处 带裙在轻衣 寻着花香在相依 我问菌 天 与青山般苑 可呼唤我 心里 可呼唤我 这也太清淡了吧 吃清淡黏沸肠胃好 我又没拉肚子 再说秋元 蔬菜粥好啊 我去叫秋元吃饭 那我去拿点小菜吧 那我去拿点小菜吧 秋元 秋元 我还愿意你没醒呢 走了 吃饭去吧 我不去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师父 没那么严重了 我哥听说你拉肚子 还特地下厨给你煮粥了呢 真的啊 她肯定没生气 你来干什么 小燕跟我说她肚子不舒服 我带了点吃的 你总不至于小气到 让我见她一面都不肯吧 你怎么来了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让你把我们家萱萱拉黑 老死不相往来 你这怎么还登门了呢 我是来找秋元的 你这目标换得挺快呀 不行 青山小株外人梦入 你赶紧走 老叔 等她进来 把秋元叫过来 听说你胃不舒服啊 特意给你买了这个山药粥 你也不早说 你早说了 请就不用早起做饭了 谢谢 没事 吃烫的也行 没关系的 不不不不不 师父辛苦我熬的粥 别浪费了 慢点吃 慢点吃慢点吃 来 你买了小菜给帮吃粥 没事 还有 来 粥呢确实是清淡了一些 但这些小菜也太有名了 不行我肚子还是太不舒服了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这么多粥啊那就一起吃吧 好啊 你要吃哪种粥 我还是去看看秋元吧 正好啊 你把这个粥给她带上去 我吃好了 我吃好了 你们慢慢用 慢用 我先做什么 还有吗 最好 来 橙声 架呢 走 走 走 之前高叔去找你的事情 我并不知情 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了 我柳轩虽然优点不多 但也绝对是拿得起放得下的 况且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 我才不会对你死缠烂打呢 我要的爱情 那绝对是要两情相悦的 你明白吗 所以 拉黑这么幼稚的事情 就大可不必了啊 是 我也觉得挺幼稚的 我知道是高叔逼你的 但是他也是为了我好 所以你不可以嘲笑他 对了 还有件事 其实 昨天 是我用秋元的手机 约的你 没别的了 就想跟你说清楚这些事 你的意思是说 秋元其实 昨天约的是秦志远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谢谢 愿我们都越来越好 你怎么来了 青 teacher 秦志远 不是说设备到了吗 我过来看一眼 其实现在研究所 一切都挺顺利的 只不过施女图 一直都没什么进展 我确认了 秦志远手里有一张 施女图 你亲眼看到了 亲眼看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秦志远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真没想到 这批仪器来得这么快 所里的修复科研中心 就等着你定够的这批设备了 这个仪器厂商啊 一听是您祈劳的 马上就把咱们古物研究所 提到优先级了 我的这点虚名根本不值一提 倒是咱们古物研究所的声誉 千万千万要珍惜啊 我请你过来见面呢 其实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青花狮子天球瓶 是的 这件东西刚刚出现在 国外的收藏市场上 收藏市场 有卖有卖 正常 但这是一件宴品 验片 就在几个月前 这件东西的真品 曾经送到我们古物研究所 进行过修复 您的意思是说 咱们古物研究所 有人偷了这些资料出去 帮别人造假 我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啊 会不会可能 只是碰上相同的项目了 坐 你仔细看啊 细节完全是一模一样 这是最令人怀疑的地方 要真是像您这么说的话 这件事情对我们古物研究所 还真是非同小可 的确是非同小可 所以我才着急要见您 这件事情 关系到咱们古物研究所的存亡啊 我知道了 这照片我先拿着 我一定会交叉清楚的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健保栏目的摄影棚 别看棚不大 我们公司的王牌节目 都是在这里制作的 要不是前面有几个员工被挖走了 你刚来啊 根本不可能进我们组 是 是 我这个人就是运气好 谨理体质 老您以后多照顾 好 有机会 好好干 宋哥 我这个职位是制片助理 这制片助理具体需要我干什么呀 你就忘记制片这两字吧 其实就是助理 哪里需要你 你就在哪里发光 发热 好 那我就是个打杂的 不要小看这份工作啊 在这个岗位上啊 不但可以见识很广 还可以接交收藏界的各位大佬 长了眼力 长了本事啊 都是你自己的 宋哥 我还有个事想问一下 人事部跟我说 试用期是三个月 您看这个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 你呀 过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再说吧 好 猫哥 你上次怎么回事 怎么一开口就破音 你也太搞笑了吧 而且回回都送进完了 你再这么下去啊 我跟杨阳都得疯了 真的是 你俩别废话啊 那男的谁啊 怎么总看你啊 走 哥几个把他轰走 好啊 我朋友 回去就行 朋友 坐坐 好好练练琴啊最近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就是想给你道个歉 你没毛病吧 在家里不说 跑这儿来说 家里 家里不是老秦和秋元都在吗 你也知道要面子呀 那你上次找左怀人的时候 怎么不考虑我的面子呢 是我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 但是 但是就算你不喜欢我 你也没有权利阻止我喜欢你 反正 反正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因为截止到目前 我没有喜欢过任何人 我们都是痛快的人 如果有一天 我不喜欢你了 我就 我就通知你 要是哪天你喜欢我了 你也告诉我一下吧 就这样 我 我走了 这 你不喜欢我了还要通知我一声 你有毛病吗你 你也 бояться 我会不会受罪了 你也认为我要死去 你也认为我了 你认为你 你也是这样的 你也认为我了 不乎我了 我认为你 不是不舒服吗 去休息 进去房间 我已经没事了 这货哪儿来的 网上买的 我就是怕通不过你的测试 就想多练练手 以后不用再练了 不用练了 明天开始跟我一起上手修画 那我是通过测试了 早点写完就可以出师回家住了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你又不是故意的 你别难过了 我觉得 就算你们俩做不了情侣 那大家在一起相处这么久了 我哥 他也不会那么狠心 把你赶出去的 他这个人 他就是嘴毒而已 可是我除了学艺 也确实没有什么理由 再赖在他身边了 没事 我觉得这样 咱们呢 双管齐下 这个第一步呢 我先去探探我哥的口风 这第二步呢 我给你购买链接 你赶紧下单 什么购买链接 心愿蜡烛啊 我觉得吧 之前你一直用着我给你买的蜡烛 所以不灵 这个呀 得你自己买 我现在给你发链接 你饶了我吧 哥哥哥哥 借一步说话 不借 你借一步嘛 你给我点时间嘛 你说吧 你总得让我酝酿一下吧 那你先酝酿一下 其实那些所有问题 都是我造成的 是我要约左怀仁 但是他把我拉黑了 我只能逼着邱元 以他的名义帮我把左怀仁约出来 然后我再去赴约不就完了吗 哪知道我的小手 就轻轻那么一点 地址就发错了 总之 总之 总之都是我的不对 你就不要怪邱元了 你要怪就怪我和高硕吧 什么乱七暴躁的 跟高硕什么事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的重点 是我 我约的左怀仁 跟邱元没关系 说完了 我那天一直在语心斋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男人的自尊心哪 幼稚 personne 他今天在语心中 最后一位 他只ikum给他 自己想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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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下你开心了吧 好 好 老秦 这是你做的 好 你疯了你那些鱼不要了 你还给猫按个家 有了这些罐头 我就不信你还敢来祸害我的鱼 你 不责以后每天捣猫喂吧 好 谢谢师傅 记住 以后再少一条鱼 你和这只猫一起走 哥 你这个人上我学下怎么说话 我发现你这个人不太会讲话 好运啊 你终于有家了 还是个大别墅呢 看看 你看 你看啊 我哥呢 那天明明去了 是跟咱俩撒谎说他没有去 你说这代表了什么 可能 他是因为被我放了鸽子 觉得有点丢脸 对 就是丢脸 丢脸呢 就说明他在乎 你说对不对 那是哪种在乎啊 在乎就是在乎 怎么还分什么哪种呢 那他是因为被徒弟放了鸽子 觉得丢脸 还是因为被约会女生 放了鸽子觉得丢脸 这两种都是丢脸 可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呀 我说大姐 你有的时候这个思路清晰的 真的是毫无必要 你知道吗 我怕自作多情嘛 你自信一点好不好 你想想看 我哥那么喜欢他的鸡鱼 现在居然主动给好运 做了一个猫窩 这不就代表他在发信号吗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要乘胜追击 直击他的心灵 哪有那么简单 这不有我呢吗 这样 咱们回去呢 我就教你月里青山 你不是说初学者学不了吗 也可以有这个成人速成班嘛 当然了 让你打好基础这件事情呢 我已经基本上放弃 你呢 就学好一支完整的曲子就行啊 谢谢先生小师傅 我下回还请你吃冰激凌 我下回能不能换一个贵一点 等我发达了吧 会有的明天的 就一个冰激凌让你抠嗦的 不对 这样 用力 又错了 练练练练练练 苏雅 你歇会儿吧 你这个真是魔淫穿脑啊你 什么意思 你说我教得不好吗 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就不要影响我的教学工作 谢谢你啊 我这不是给你送炸鸡啊吗 你吃点啥吃 不吃不吃不吃 对 要不先吃炸鸡再继续吧 绝不会什么也别想吃 继续 那她学习你支鸡 我不吃 那你待会儿去点吃啊 你待会儿去点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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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对 衣服都改好了 都改好了 嗯 这回你说啊肯定满意 哎 叫老秦就行了 现在流行国风 如果老秦啊 愿意穿我们家的汉服出镜 粉丝肯定保证 哎 她这个人就是臭性高 生怕别人说她是网红 其实我们一定要问呢 她心里也紧张啊 哎 她能不能帮我拍个宣传视频啊 对 你把枕头垫高一点 哦 什么意思啊 就做梦 做梦肯定行啊 好 我们先进去吧 老秦等着呢 有点节奏 那女儿谁啊 手轻点 你干吗 弹琴的小姐姐谁啊 哦 她呀 她是秦志远新兽的徒弟 这几天弹得有点掉了 走走走 嗯 略理青山淡如画质 古代书画修复的工具片 古书画的修复 首先要用美工刀 将书画的外衣脱下 取出画心 随后 需要给画心洗个热水澡 洗去杂质和酸性骨质 镊子是接的主角 在画心被热水门透后 它便上场揭去旧表的背纸和脱心纸 然后是美容环节 需要寻找与画心相同的材料 修补破损画面 修补完 重新拖好晾干 接下来要用胶反水 在画心背面均匀刷透 晾干后 在画心背面 用清水刷多两张皮纸 将画心贴到墙上晾干正平 再来简单的上个底妆 给画心缺失的部分 进行全然笔色 切补画衣 到了这里 修复的工作就完成了 只需要将画心从墙上洗下 完成最后的妆调工作 一副完整的古术画 就修复好了 一颗注梦的心在梦里 一次渴望握紧默契 靠近你 一颗当我的心复刻了回忆 我一直踏着目前行 看着那离开的回忆 刻画的稀有 你那没说的话 我的你开口 看画里藏着的你 时光在延续 爱在这里 with you 那颗注梦的心 回眸里 那次渴望过 就慢慢靠近你 那颗守护的心 复刻了回忆 我为你踏着梦前行 看着那离开的回忆 刻画的稀有 你那没说的话 画画我的 你开口 看画里藏着的你 时光在延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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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